会韩语 没有签证 第一次去韩国 买出这项视频 分分钟放你选一千个W 并位证件是身份证跟护照 基州岛是免签的 所以可以直接筹 首先很多城市飞机 桌岛的航班都是在晚上 如果你不想花好几个小时 排慢慢出关路 那么请你下飞机的时候 开始狂奔 千万不要 还慢悠悠的去上个厕所 你一出来会发现 世界都变了 准备一只笔 在飞机上咱就把入境卡 跟什么表情好 第二 韩国所有酒店 没有一丝性用品 一定要提前自备 一丝性毛巾 一丝性牙刷 一丝性拖鞋 三 韩国插座跟国内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提前买这个转换器 或者你们和我一样 上网办一个流量套 三套送这个插头 比单买流量 好像超多 然后是关于购物 退税 它就是个大洋毛 你必须是往私利好 首先在那边 你但凡是超过三万的韩元 也就是一百五十几块钱人民币的东西 你就可以拿到退税单 而且现在很方便 在各大百货 游客中心 机场的那个机子上面 都可以直接自己操作 如果是奥利夫要买一万五 你跟他说tax free 他就可以直接给你办理退税 而且他的柜台上 非常多的码可以扫理券 但是去小店吃或者买 我近一单用现金 因为我发现很多店的汇率 是按照老板自己的规定来算 如果高于当店汇率 就非常不划算 我跟朋友两个人 对了奥斯坏完全够用 接着如果去免税店买 那我想要 你们可以找一个那种饭店公司 然后呢 你再去服务台半张金卡 基本上打七五折 公司和消失率高达百分之百 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 尽量在酒店解决完 不然就会像我一样 满世界的找厕所 关于莱斯密达 能带些什么特产回家 关注我 我先去踩坑 下期待你们避雷